騰訊娛樂的網友們大家好 我是Angela 張順涵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這個MV 是你親自操刀拍攝的嘛 對 然後有沒有通過這個MV 激發出你做導演的興趣 其實好像有一點耶 然後 但我就覺得 其實導演真的是一個非常深 很深的學問的一個行業 那我自己其實現在也在慢慢學習當中 那其實剛好有這一次專輯 全面淪陷的一個機會嘛 我就想說 旁邊的人建議我說 你要不要自己拍 因為你其實對音樂是最了解的 不管每一個音樂樂器的配置 然後歌詞怎麼走 你都是最清楚的 那不然你自己拍 搞不好會把這個音樂最重要的訊息傳遞出去 那其實再見之前這一首歌 就是希望可以告訴現在忙碌的大家 我們其實都有時候應該要好好停下來 去想想看身邊愛我們的別人 那這些他們呢 其實我們好像也要感受一下他們的用心在我們身上 然後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回饋給他們 所以這首歌就叫珍惜嘛 珍惜身邊的人事物 那我覺得當時我就想 好如果我可以想出一個很棒的劇本的話 那我就拍 結果沒想到都花一天時間我就想出來了 我就想說好 那就開始拍吧 那我覺得這算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很有 就需要勇氣的一件事情 對 因為畢竟我沒有經驗 一天就想出劇本很甜蜜 一天對 然後因為每張專輯都是有自己的特點的嘛 然後我覺得以前那專輯總是傳遞一些重能量 是 不過這張專輯剛才看的那個MV好像感覺有點悲情 然後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這張專輯想表達的這個 嗯 其實我覺得這張專輯為什麼叫全面淪陷的原因 是因為我希望大家可以先淪陷在我的音樂世界裡面 嗯 包括我各個不同角色的一個詮釋 我是以演員的身份也好 我是以音樂製作的身份 或者是導演的身份都好 其實不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張少涵有多厲害 而是要告訴大家 我很努力的在過生活 而這一張全面淪陷的專輯 其實是回歸到人物張少涵本身 就是我所想跟大家說的話 就是一個經歷 一個故事 也許是來自身邊朋友的故事 可是它都是我們的音樂 因為音樂其實有一種魔力 總是會讓你想起 啊這個音樂是代表那個時代 那我希望我的音樂可以讓大家聽到的時候 是可以有一些訊息丟給大家的 而不是只是流行的話語啊 這些東西是會被時間而取代的 可是如果你的音樂裡面有深度的時候 那這個音樂可以傳唱很久 那即將專輯裡你能跳一首歌曲 然後是最能表達你想 傳給大家這些信息呢 嗯... 我覺得再見之前吧 對 因為可能也是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我們 都是生活在高壓力的時代 那在高壓力的時代我們必須打拼啊 然後其實你說辛苦不辛苦真的很辛苦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迷失 但都沒有關係 最終你要把自己找回來 告訴自己 啊...我們最該珍惜的 其實不是身外之物 其實應該就是 其實錢那些東西都是身外之物 我的意思 其實你該最珍惜的就是 我們心裡的那一份感情 那個才是最珍貴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一張專輯再見之前 也許大家看到MV的時候 會覺得它是 戀人之間的一個感情 其實不是 它是可以觸角很深的 說到你身邊的人事物 對 詳針也是花了兩年時間 大概會打磨的 對 那這兩年之間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成長 有收穫嗎 有一定有 包括看事情的一些想法啊 跟你最後的一些態度啊 其實都覺得自己在這兩年的轉變 嗯...隨著自己所參與的事情 接觸的人 還有環境 你就會更放鬆 對 因為你覺得 很多事情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你的心如果很滿的話 你就是不會害怕 對 我看你平時還會做一些甜點啊 對 我就說我是一個很忙碌的宅女 對 因為有時候人家想說 宅女宅男 肯定都是做一件事情 就永遠打 男生就打電動啊 女生可能就是 在家裡就是追劇啊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 我就把自己的時間在家裡 安排得很好 我會 常常就是網路上面 就看健身啊 然後自己練自己學這樣 然後我也會自己花時間 去研究一道菜啊 然後或者是一個甜點 該怎麼做 啊我可能今天看到那個 那個電視上 有什麼甜點 啊好想吃喔 趕快來學怎麼做 對 所以其實我 我自己是很會 規劃自己的時間 然後還 但是也去有宣言啊 演演唱會啊 也是很忙碌的這個狀態 是是是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七月份 你不是要在小巨蛋看唱會了嗎 對 然後粉絲都挺期待的 然後會不會請那個 一些自己的朋友當嘉賓呢 嗯 目前我覺得我們 沒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好奇怪的是說 其實很多導演跟我合作啊 他們都覺得我一個人 就可以成全唱 然後 所以他們就覺得 啊不不不不 那你唱就好了 那我好像也變成一種習慣 就覺得說 好吧 好像有嘉賓也怪怪的 那我們就自己唱吧 那但是就是在這一次的巡迴演唱會 純粹的巡迴演唱會 我在裡面其實花了很多的心思 在構想 跟導演一起構想節目啊 然後 包括 我們也唱了很多 以前 很 大家很喜歡的歌 那這些我們都會把它當作 組曲的方式 然後呈現給大家 那我覺得最開心的是說 前面的這幾次的演唱會 你看到大家對於那個 歌曲 然後重新回溫的那個感覺 會回憶一下當時 流行的歌曲 然後當時我們大家都在唱什麼歌 的那個感覺 全部幫他放在一起 然後所有人 現場都可以跟你大合唱 那感覺真的是很爽 挺懷舊的意思 對對對 那你平時收過的時候會有那種 偶爾想想過去懷舊的那種 想懷舊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也會啊 譬如說 我有一次去度假的時候 我就在計程車上 我就 隨 隨手就播放了一首 我小時候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 然後那個時候是來自 木匠兄妹的一首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我就一波 我就好想跟著他一起唱 然後那個前面四季大哥這樣 你幾歲啊 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很好笑 可是你知道就是音樂其實不分年齡 就你總是會有適合你的音樂 那我覺得 我自己就會 特別懷念 我小時候第一首聽到的歌曲 會不會有時候會感慨 這些年來時間過得好快啊 真的很快 很快 但是 嗯 就是你還是要保持 很愉悅的心情 愉快的心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些 時間過得很快 其實是可以被開心的自己取代的 是一種成長 對對對 然後很多粉絲 也是呼喚你上那個第五季的 我是歌手 然後很多傳聞說 曾經邀請過你 那你在這個事兒有什麼進展了嗎 沒有我自己就是很謝謝他們 然後 包括 那個他們給我的留言 那我也非常謝謝他們的青睞這樣子 嗯 但如果 我沒有說一定非常排斥 就是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是歌手 是一個非常優質的節目 包括在舞台上的呈現 對於 對待藝人的一個感覺 他們都是呈現一個非常專業的感覺 所以我 我沒有說一定會怎麼樣 也不一定會怎麼樣 那就如果有機會 然後有緣分 那就OK喔 對 因為他們給你發出國邀請 欸 這個我們就自己知道就好了 對 那如果真的有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也會知道 然後還有就是 很多粉絲都希望你去他們的城市開演唱會嗎 然後接下來演唱會 除了這個南京廠還有那些城市呢 其實台北小區但是就是7月23號 然後接著下來南京廠是確定的 那再接著下來就會陸陸續續 也有可能會 國內一些這個場次 會慢慢的主辦方會跟大家說 然後確認 那還有一些海外的表演 就演唱會 所以我自己蠻期待的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多關注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也宣佈加盟對太和音樂了 對你來說 是一個新的開始 就是對待事業呀 你自己有一個什麼新的目標嗎 嗯 我其實自己覺得 當要跟另一個非常棒的公司合作的時候 你必須要感受到他們的誠意跟熱情 還有對待這個演藝事業的一些規劃 他們有什麼想法 所以我自己看待事業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是很重要的 那最重要的還是來自於他們那份真誠的心 所以我自己今天其實在舞台上都感受到 包括他們的認真的態度 然後還有他們對於音樂的一個熱愛 對所以我自己很期待